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注意积淹水的状况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 预估周末到下星期一 就会受到比较强的东北季风影响 天气预报员呢 每天帮大家整理天气资讯 包括会不会下雨 有没有午后雷震雨 温度的高低 包括了台风路径 空气品质等等 而这些呢 都要靠个强大的高速运算 来分析数值 就是超级电脑 一台台电脑串接 处理各地资讯 也就是往隔点做资料分析 但可别小看它 举番气温 雨量 风速 或是海上等等状况 都得靠超级电脑来运算 我现在选的是 就是三小时的累积降水 跟海平面气压 所以预报员其实是根据 我每天在数值天气预报 预报出来的最新结果 然后进而去 就是参考不同的模式 然后做出判断说 今天下午或者是 其后明天后天的天气 到底是怎么样的发展 我们这个预报模式是大概六小时 就会更新一次 以往国内气象预报 只能预测一百多公里 大范围的天气变化 到如今已经可以预报 全国368个乡镇旅游 景点未来48小时天气预测 而台湾各地区域预报约五到七天为周期 再来亚洲甚至全球 长时间气候观察 建立应对气候变迁的策略资料 如果是全球的话 就可以看到其实它连就是美国这边 或者是南半球这边都会有相关的资料 比方说就是气温跟海平面气压 那全球预报的长度就会比较长 它可以就是长到 就是像这里有到264个小时的预报 接下来下一种可能是比较冷 或比较湿这种长期的趋势 那数值预报作业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气象局 或者是气象的预报作业中心 最主要的客观参考资料 我们对于大气运行的所有的科学和物理的知识 把它写成数学的方程式 然后再用电脑大量计算的方式来处理 中央气象局在1983年 购置第一部高速运算电脑 发展出数值天气预报系统 经过一代一代的升级更新 目前所使用的是第五代气象超级电脑 正在积极部件第六代超级电脑 提升10倍以上效能 午后雷震雨它就是一个 譬如说可能它的尺度 范围 它的范围可能是几公里到十几公里 这种雷震雨它事实上非常小区域 小尺度的现象 你的这个空间的解析度 就必须要非常的高 虽然我们模式的解析度增高一点点 可是它计算量就要增加非常非常大 高速运算电脑几乎就决定了 这个国家的气象预报作业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第六代的超级电脑 光隔点缩小至一公里 气象预报的时间 未来也将提升10到14天 拥有高速运算的气候资料 才能有足够的筹码 来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GPB新闻和郑森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